为了加快新界北部的发展 行政长官在10月施政报告 公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范围覆盖元朗和北区 大约3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整合了现在元朗和上水的新市镇 以及将来洪水桥和新田等等的新发展区 期望与深圳发挥协同效应 令新界北部成为一个庞大的都会系统 都会区里面主要的产业推动的经济力量 在哪里 就是创科 而我们说创科 我们不只是说有些实业室 有些start up 而我们很强调是一个完整的 创科产业的生态系统 里面会包括很多研究、教学、培育、样板制作等等 亦会有很多金融方面支撑 即基建工程上马上 我们必须要有分区规合大公图才能做到 但其实这个是行政的要求 不是法例要求 我们觉得可以做了基建、工程上马上 就是你做了平整 一边做一边在规划 因为用你的功能方面可能需要时间分析 以及市场会转换 这样你会调整 希望能夠爭取在工程上快點上馬 整體可以省下三多年的時間 對於政府公佈發展北部都匯區 興建鐵路連接古洞和其他地方 不少村民已經等了很久 但能不能落實 心情依然矛盾 我在這裡住了差不多十三年 因為有朋友介紹 搬到這裡 如果股東北有酒樓,有超級市場 有背套 當然我們不用出上水 因為我今年六十二 我希望有生之年見到股東北發展得很好 希望特首加緊,加速發展